效果是最好的 网络上传出在空腹的情况下 跑步对于燃烧脂肪瘦身最有效果 真的是如此吗 来看我们的报道 想减肥瘦身甩掉肥肉肉 养成运动习惯肯定是必要 不过该什么情况下跑步运动 您有概念吗 应该是空腹 因为我觉得说吃东西的话 吃会对身体有不良的影响 因为你吃的东西 感觉就是保护在里面 那你就跑步又运动 它会一直下垂嘛 我觉得空腹会就是减得比较快 因为就是如果你吃完东西 你只是把那个热量消耗掉而已 大部分民众相信空腹跑步 对于减肥效果更好 其实大错特错 空腹加上你血糖低 你可能会冒冷汗 所以有一些生活像血压低 这些不适的症状会出现 不管空腹吃饱饭前饭后 没有什么差别 消耗顺序都从淀粉开始 接着是蛋白质最后才是脂肪 你一开始牺牲的是糖类 淀粉的话 那这一类因为我们糖类 从肝脏代谢 所以有时候会造成肝脏的负担 甚至心脏也会有影响 最好的跑步时间 是在清晨六点到八点 傍晚五点到七点 还有晚上九点过后 而且最好都先吃点东西 点点胃 现在迷思破解 民众可千万别再相信管路谣言 免得瘦身不成 反而先赔掉健康 记者陈欣李永静 台北大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